美股不缺新鲜事 大家好,我是美头金的学姐 欢迎来到美头看新闻 今天是2021年11月15日星期一 美头金和学姐在这里为各位看官审演出了下面这三件 最值得我们投资者关注的市场大事 我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分别给大家介绍并且分析它们的影响 第一条新闻 聚焦中美会谈 部分板块提前显现利好 第二条新闻 通胀走高带动金价大涨 实际利率走低 却利好重涨股 第三条新闻 是关于今日波音为何跳涨的5.47% 在此之前 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市场回顾 今天三大股指小幅震荡 其中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9点 跌幅为0.04%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7点 跌幅也为0.04% 标普500几乎没有动 处于横盘状态 从各个板块上看 今天有四个板块下跌 上涨板块中 公共事业板块领涨 涨幅为1.31% 其次是能源和房地产板块 涨幅分别为0.83%和0.48% 今天下跌板块中 健康医疗板块领跌 跌幅为0.64% 其次是材料和科技板块 跌幅分别为0.46%和0.11% 新闻一 聚焦中美会谈 部分板块提前显现利好 今天 最受市场关注的莫过于 将于华盛顿时间今晚 中国时间周二早上 举办的中美领导人的视频会议了 这是今年中美元首第二次 以视频方式举行的面对面会谈 无论会谈的讨论结果如何 必定会给市场 特别是中概股带来一定的影响 所以 为了给咱们投资者做好心理建设 学姐就先带着大家一起来提前看一看 这次会议可能会说些什么 再一起讨论一下 这件事可能会给市场造成的影响 纵观市面上 包括中方美方各方媒体的报道 我们认为这次的会议总基调可以总结为 两方试图有进一步的交流 但不对达成任何协议抱有希望 从美国的报道上来看 拜登政府这次的会谈策略为 Intense Diplomacy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局面紧张的外交 有位美国高官表示 美国不会试图去改变中国 因为这种想法不太现实 因此 目前美国只是想改变现有的国际环境导向 唯有利于美国和其联盟的发展 从中方的报道上看 中国这次会晤的主要内容 会围绕两国未来的战略性问题交换各自的意见 具体而言就是台湾问题和中美经济问题 并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加强交流 有效管控分歧 妥善处理敏感问题 为两国未来的合作寻求相互尊重 和和平共处的相处之道 当然 以上都是对会议的高度概括 对于咱们投资者而言 其他的可以先放一边 最需要了解的 是对于美股投资可能会有哪些影响 机构Eurasia Group的政治学家 Ian Bramner认为 这可能是近期中美关系向好的一个转折点 虽然中美之间依然存在着重重分歧 但是Bramner注意到 最近中国领导人 在谈及和美国在G20峰会中的电话会谈时 言辞变得和平了许多 说明中方有意向和美国在气候 科技和贸易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除此之外 中方最近有意邀请美方来参加冬奥会 也表现出了态度上的环和 而对于美方的拜登政府而言 Bramner认为 他们也有取得新的谈判结果的动力 因为这既有可能缓解美国国内高通胀的难题 也为帮助拜登政府取得更多的政治成果 给中期选举提供助力 我们认为 咱们投资者需要谨慎地看待这次会议的结果 虽然两方都希望事情向各自引导的方向发展 但是距离取得真正的进展还需时日 这也有可能是两方进行新一轮博弈的开始 所以不管会议结果如何 都不要做出太过激进的操作 我们最好再观望一阵子 才可以确定投资方向 从目前市场的反应上来看 投资者应该是预计会议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从两倍做多中国企业指数 Cweb上周上涨了22%的表现上就可以看出 投资者对于会议结果还是比较乐观的 那需要注意的是 本周还是中概股集体出财报的时刻 相信这周对于中概股而言 必定是一个不平静的日子 新闻二 通胀走高带动金价大涨 实际利率走低利好成长股 上周出乎意料的通胀数据 在本周继续发挥着余威 被视为抗通胀神器的黄金的价格持续走高 于周五达到了近5个月的新高 一度达到1871美元每盎司 而另一方面 股市却在一路高歌猛进 尤其是投资者最爱的成长股 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走势异常坚挺 两股力量的拉锯 导致了市场中避险和冒险情绪的进一步分化 那咱们投资者到底是该往左走 还是向右拐呢 上周因为市场需求大幅增加 和供给不足两方面的原因 黄金7指的回报率达到了近6个月的最佳水平 为2.9% 黄金价格的上涨 也带动了金矿开采公司股票的走高 其中包括了Barrick Gold Corp 和Vanek Gold Miners ETF 代码GDX 它们在上周的回报率分别为5.9%和6.2% 大幅高于标普500 负0.3%的表现 一般而言 市场把黄金作为抗通胀的主要方法之一 因此黄金价格的切切攀升 也说明了市场认为通胀会持续保持在高位 现在已经有不少基金经理人建议他们的客户 将5%到10%的投资资产放在黄金中 来减少通胀造成的实际价值的损耗 虽然通胀走高 让不少投资者选择黄金这种避险资产 但是也同时促使不少投资者采取了更激进的投资方法 加码成长股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虽然通胀有大幅提高 但是民意利率的涨幅却小得多 这就意味着 刨除了通胀的实际利率反而更低了 当实际利率偏低的时候 反而是对利率敏感的成长股会更受欢迎 这也给了勇于冒险的投资者一个不错的机会 希望现在承担更多的风险 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这可能也是最近成长股表现优异的原因之一 我们认为 最新的通胀数据确实增加了投资美股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之前有观众在评论区问我们 是否也认同美联储所说的 通胀是暂时性的这一观点 对此 一直有收听新闻频道的观众应该了解 我们是赞成通胀是暂时性的这一观点的 但是有多暂时 我们一直保持怀疑的态度 我们认可通胀是暂时的 是因为导致通胀的因素 包括了供应链短缺 用工成本上涨等 都是会随着经济复苏而得到解决的短期因素 而对于通胀时长的怀疑 是因为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 疫情的恢复也没有想象中的快 目前通胀可以说是美股市场上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了 它的持续发酵 很有可能会在未来导致更大的市场波动 在通胀会持续这一前提下 我们认为金融股和定价能力强大的大公司 依然是未来这段时间的投资首选 最后 至于是否应该用报道中所提到的黄金来抵御通胀 我们对此是持有保留意见的 根据我之前在机构工作室的研究上看 黄金确实在通胀走高的情况下 能够提供不错的对冲保护 但是那是对于恶性通胀而言 对于短期通胀效果并不明显 而且如果长持的话 黄金的回报率不仅很少能够跑赢市场 而且波动率也比较大 并非是一个理想投资标的 新闻三 多个消息利好 波音重新展翅 跳涨5.47% 今天沉寂了许久的波音股票 终于走出了一波漂亮的行情 在多个利好消息发布后 于今日跳涨5.47% 让不少波音的长持投资者大为欣慰 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是哪些消息利好了波音的股价 再聊一聊波音是否还能买 最近波音利好的消息一共有五条 首先是波音在周日举办的迪拜飞行表演上 一口气连发了四个好消息 这其中包括了阿联酋航空 新订了两架波音777的货运飞机 沙特航空选择了波音数据分析 系统来帮助管理和维护他们的波音航班 阿提哈德航空和波音达成了更深入的 可持续性战略合作协议 以及波音和其金属泰的供应商 也签署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协议 第二个利好是波音商用客机部门管理人 Stan Deal 对于中国允许航空公司再次启用波音737 表现出了乐观情绪 最新的消息显示 中国民用航空局对波音737 MAX的设计修改 表示满意 正在向行业寻求反馈意见 而这第三个利好是 波音的高级副总裁于近期表示 波音787梦幻客机可能很快就会通过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审查 这意味着公司就能恢复客机的交付了 此前因为种种生产问题 波音787一直处于生产困境 每月的生产量大约保持在两台左右 远低于疫情前14架的生产水平 这也给其零件供应商 雷神技术和赫士公司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第四个利好是 波音准备在北美和欧洲成立三条 737-800 BCF货机的改装线 目前 波音已经与租赁公司Isles 签署了11架货机的订单 最后一个利好消息是 大环境方面 随着疫情的解禁 人们使用飞机的频率也在逐步提升 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美国上月的航空旅行数量 只比2019年少了19% 而上上个月 这个差距比还是24% 我们认为 这些利好无疑都是改变波音基本面的消息 随着疫情的转好 人们和货物的国际交流也会随之增多 这会直接带动波音的整体业务 同时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方面传来的好消息 也会减轻投资者 对于波音监管和安全方面的担忧 这意味着 之前限制波音增长的两大难题 安全问题和疫情问题 都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 虽然问题还没有被彻底解决 但是这些利好可能就是问题解决的开始 所以 我们认为 近期的集中利好消息 有望成为波音扭转股价颓势的跳板 我们也长期看好波音的股价表现 最后 学姐提醒大家 不要忘记关注本周的几个重要财报 值得关注的公司包括 这二盘前的Walmart Home Depot Sea Limited 周三盘前的Target Badu Lows TJX 和Bilibili 盘后的NVIDIA 和Cisco 以及周四盘前的阿里巴巴 京东.com Macy's Koz 盘后的Applied Materials Workday Intuit 和Palo Alto Networks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各位看官觉得我做的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持续输出不已 谢谢希望你们的支持 不想错过未来更新的看官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还要订阅我们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值得关注的市场大事了 咱们周三见 如果你喜欢美头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